完全壞掉了 太多還是我們所未知的部分 其實我們一直在談 全球暖化的問題 在講救地球 我記得很多人用一個比較 我覺得前幾年說法是說 其實現在要救的是人類 不是地球 地球它有的是時間 其實從地球歷史來講 它大滅絕過很多次 它大不了從來就好了 事實上現在比較急迫是人類 所以當我們對於所有地球科學的部分 事實上還那麼未知的時候 我們卻那麼狂妄的 一直想要人定勝天的部分 的確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天災或者人禍 事實上已經是分不清楚 是是 組長會不會請教你 剛剛我們看到說 薩摩亞這個地方發生地震之後 馬上就公佈了所謂的這個海嘯警報 臺灣其實也是靠海 當然很多人認為說 臺灣大概不太容易海嘯 因為海面的關係 然後就是整個地形的關係 我再請教 因為大家會勾起921的這個經驗 其實已經十年了 倒對譬如說現在發生地震 我們很擔心說 接下來會不會有很大的地震 發生地震的時候 究竟我們要躲在哪裡 因為有人講說 我要躲在柱子旁邊 有些人都說 我要躲在桌子下面 有些人躲在 我要躲在床旁邊 究竟發生地震的時候 避災的這個資訊 要怎麼做 我想地震發生的時候 我們能夠出來 就盡量趕快跑出來 那有些時候 你住在高樓 那你就跑不出來 那你就必須要就地來找掩護 那一般來講 我們假設說 房子是一個立體型的 立體的長方形 他在搖晃的時候 他是靠他的骨架 也就是他的梁跟柱 來支撐他的 他的那個整個房子的結構 那當他搖晃的時候 他有可能因為柱子斷裂以後 產生一個叫塌陷 一個叫做傾倒 那這個塌陷之前 下方處的 就一到五樓 這個可能樓層高的話 假如是公益室的話 可能就是一樓 那如果是高樓層的話 可能就是一到五樓 會比較危險 因為他是往下塌陷 那會陷到地下室去 住在下樓層會比較危險 那如果他是斷裂的話 會有傾斜 傾斜的話是傾斜的話 傾斜的東西會往單邊傾 會集中在一個角落 那再彈下去 所以下方處會比較危險 那就地震來講 四級以下的你在逃生 還不會是太困難 五級以上你在逃生 就可能有點困難了 六級那根本就不要逃了 只能就地找地方來掩護 那就我們所知道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如果你要躲避的話 盡量是找找兼顧的地方 那廁所就不要清晰了 因為廁所的馬桶跟洗臉盆 會整個掉得稀里花啦的 那窗戶也不要靠近去 因為那有玻璃 那你最好找一些比較兼顧的 兼顧的那個傢俱 那有固定的你就抓著他 尤其是靠近建築物的中間是最好 因為我剛剛講過 他倒哪一邊你不知道 但是你盡量總是走到最中間的地方 是最好 那中間沒有柱子啊 對那因為整個來講的話 你逃生的話是以樓梯間 樓梯間的保護是最好 因為他有梯間的一個支撐來協助 還有他整個架構來講 他的樓梯的旁邊那個會比較 隔音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他的那個沉重的那個隔音 那個支撐會比較好 所以也沒有什麼掉落物 所以一般我是建議說 當地災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趕快跑 那能夠跑到樓梯間 室內安全地間是最好 那如果來不及跑 也沒辦法的時候 你就如果你是在睡覺 那你就是床鋪的旁邊 因為當房子倒塌的時候 彈簧床那些 他會產生一個叫做小小的空間 讓你暫時的可以有個安全的地方 那當然你要注意一下 你可能會有掉落物啦 天花板啦 電燈啦 還有一些家計的稅路 你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那如果你是在地下室 那可能你就要找車子 車子旁的那個引擎部分 引擎那個比較堅固 攤下來的時候 引擎部分是可以作為暫時躲避的 那如果你是在落渡行駛中間 我是希望說你盡量遠離建築物 遠離建築物 那如果是在橋樑的話 找 你就要靠邊走 那盡量找在橋墩的上方 不要在橋樑中間 橋樑斷的時候是橋樑單線 但是橋墩應該還在 橋墩的上方是比較安全一點 是是是 可是我們其實有平常如果說 想好這些問題 活命機會就比較大一點 我有一次我其實就想說 我們躲過921 應該不會有再類似的災難 然後臺東縣長曠麗爭 在選舉的時候 選完那時候 我在他的那個選 選部的這個上面的二樓的時候 突然間他一選完大地震 然後那個門關起來 我就慘了 可能會喪命於此 因為門一關起來 你如果真的要再打開 恐怕很困難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也整理一下 如何減少地震的 這些災害的一些知識 地震前之前 如果說自己住的房子 結構上有一些問題 能加強就加強 不能加強 可能要想辦法 工部門的部分 要定期來檢查 整個建築的 這個結構的強度 還要減少墜落物 有些人還電池 再加強的水溜溜 掉下去很可能 再來就是要充實好消防的設施 還有怎麼使用 你自己要曉得 再來呢 事先現在就要想好 萬一我地震的時候 我要躲到哪裡去 剛剛組長也講說 樓梯間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也有人講說 兩臺車子的中間 停車場的部分 兩臺車子中間 躲人應該也還不錯 或者是安全的 很堅固的 譬如說神佛桌的旁邊 不要躲在下面 都要給我倒到 還有說 要有急救的逃生包 我想請教一下組長 等一下逃生包 到底要裝什麼東西 到底什麼是最重要 地震發生的時候 要看情況 能跑的時候 就趕快跑 如果跑不了 你如果你是住 那一二十樓的大樓 你就要找地方躲 事前就要想好 到底要躲在柱子下面 桌子旁邊 還是冰箱旁邊 冰箱因為有 有維生的這些東西 還有要試著去關瓦斯 趕快去開門 最好是穿鞋子 不然躺車座 不然會打到 還有不要去搭電梯 在公共場所發生地震的時候 要鎮靜 因為被踩死的人也很多 然後要依照指令來疏上 如果說在車上的話 不要緊急停車 要慢慢的減速靠邊停 確定到底路還在不在 橋還在不在 然後呢 如果說你是坐車 不是開車的時候 坐公車 蹲下抓好把手 然後如果你有感覺到的話 那大概都是五級以上的強症 如果是在海邊 趕快跑離海岸 因為接下來可能會有海嘯往高處逃 剛剛我們談到 九二一過後 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那個時候 其實就有很多人說 家裡拜託 要背著一個急難的逃生包 到底那個包裡面要帶什麼東西 主長 我們的急難包就是一般 我們生活的必需用品 也就是說最主要還是水 水是一 如果你沒有水大概三天 就會因為脫水而休克 所以水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有水可以吃七十二小時 我們叫黃金時間 那再來就是食物 那這食物的話 你可以照時間 可以把它保持性會比較久一點的 像這是一年的或一年半的 這樣子會比較好 那可能你有時候你會受傷 那受傷的話 你需要一些簡單的一些 那個包紮的 或者是說消毒的一些藥 一些急救藥水 那再來就是你可能需要一個哨子 那這哨子 萬一你被攤陷被極限在一個空間出不來的時候 你要一直在那邊喊 可能喊不了多久 那你可以用哨子來引起大家的注意 引起大家注意 所以哨子是很重要的 哨子的話 你用吹的話 是不需要會帶太大力量 那你也不用一直吹 你只要注意聽 當有人來搜救 會有人在詢問說 有沒有受困的時候 那如果你是被受困在裡面出不來 那這個時候 你用輕輕的吹哨子 應該他可以發揮很大的回響空間 那就比較容易找得到 那再來就是手電筒 手電筒的話 有些時候在黑夜的時候 你藉由這個採採空間 你一個光束 一個燈光出來 人家就會比較容易去找得到 所以手電筒也是 那收音機是讓你知道說 如果你受困在裡面的話 你當下是什麼樣的情形 你也可以藉由收音機來聽 或者是說你沒有受困 但是這個災區的信息已經不見了 已經中斷了 那有些時候你藉由收音機可以知道 現在的臺灣的災害 這個地區的災害發生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當然你也要一些證件 比如說你個人的證件 或者說一些緊急聯絡電話 還有一些你個人的一些必要的一些小錢 你可能需要打電話 或是說你可能這一兩天 你可能需要暫時有一些支出 那你就需要一些錢 那還有一個筆記本 筆記本你上面可以寫一些 你自己比較重要的事情 或者你想記錄什麼 都可以用一些筆記本來寫 那當然你可能還有一點電池 那最主要的這個東西 都放在一個包包裡面 那這包包不羈行事 只要好拿就好 那你可以放在你們家的客廳 主要出口的地方 也就是說當你感覺到說 這個有在地震 因為地震一下子就是七幾部位 他是先搖晃可能刺激 慢慢接著就開始激烈 那在這一剎那之間 可能你就要趕快拿著包包 到一個比較認為安全的地方 如果你能夠跑出來 就盡量跑出來 跑出來以後不要在走廊上面 也不要在棋樓 尤其是大樓 大樓那個他的柱子 有些是箱那個砍式的一個大理石 那個在隨著地震 他也很容易掉下來 那個牆壁那個大理石也會掉下來 所以我們盡量的到空曠地方來 那也不要在大樓的旁邊 因為上面屋頂上方的天 那個窗戶玻璃也會掉下來 所以我們盡量就到 到可能公園或大馬路這樣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是在大樓裡面 那你出不來 那我剛才講過 樓梯間是一個蠻不錯的 安全陶梯間 他至少是一個蠻不錯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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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